哟来了来了 360度旋转 360度旋转 这个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哎呦呦呦 小男神在拆家呢 早间运动开始 早上发案都不干你就开始拆家了 来来来我们的爱莲 昨天应该看到她呢 拆家小男手 今天她的花轮修好了 要继续给她拆家了表演 表演真正的技术开始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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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太可爱了 我们是在重庆涌穿了和乐都 爱莲是唯一的一个男熊 所以说他是我们的迎兵熊家人们 迎兵熊 这个树 这个树已经被他拆 所有的树枝已经被他弄断了 就我播的第一天就弄断完了 然后昨天我们工作人员认真地 把所有的那种树枝 到次全部给他修好了 就怕刮到他 全部给他进行了一个维护 现场的一个维护 今天不拆家了 今天要干饭了 他们的食物一般都放在那上面的 现在还没有展出 还没有展出 我们拆家小能手 小娜她刚刚在吃东西 在吃东西 我基本上看到这个效果 就是你们到时候现场来看到的一个效果 我没有加倍镜啊 家人们 没有加倍镜 我们是一个景区啊 是一个景区 是一个景区没有分开的门票啊 家人们 昨天把她的园子给她修了一下 进来还在巡视她的园子呢 有有有有 哎呀 咪咪叫 他们在说咪咪叫代表她开心了 咪咪叫 有 有 有景区牌 我们马上还要做那种 大一点的 还要做大一点的景区牌 转滑 哎呦呦呦呦呦 爬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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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玩的可开心了 今天还好哎 今天没有到那种拆架的状态 我那一天真的是 太厉害了 嗯 看他奔跑的设计就知道很厉害 他抱着转圈圈跑啊 不知道那天为什么那么兴奋 显眼包 他们都说他是显眼包 因为下面有一个 就是离得挺 离得已经挺远了 已经离得挺远了 而且我们下面就是熊猫的这个路段 我们都设立了那个禁止鸣笛的一个警示牌的 有禁止鸣笛 就是政府那边也爱护动物也做了这个 也做了禁止鸣笛的路牌的 开始了开始了 跑得好快啊 亮了 又开始了 开始了 早些运动 早些运动 你说待会她们拿那个相机来估计还不好捕捉到他 跑来跑去的 跑到后面去了 安了的可能要监控应该后续马上就会安吧 因为在协调这个事情了 因为我上次直播了以后 也继续在给 在协调这个事情 他真的好厉害 这个运动量 这个运动量是大的 怪不得身材那么好 所以人家说我们 胖胖的胖胖熊 哎呦断了又断了 这大长腿 我们爱年是肌肉型男 对活泼可爱